两点半的停 一人夏克力提早十分钟抵达 士林地月 才要开口就被律师阻止 但夏克力有话要说 我跟你们讲 其实我律师都不要我讲话了 离婚应该是一个很平安的东西 大家没有人要离婚 律师陪同下夏克力有备而来 为了打离婚官司 据传已经花了五百六十万元 我真正的回来台湾的原因 我是为了钱 也不是为了他说什么 他朋友说什么 不是 是因为有无辜的人 夏克力所提到 是平面周刊曾报道 正在打官司的两人 夏克力说 过去薪资酬劳 直接会入黄嘉谦公司户头 他每个月只拿百分之十 退估至少还有两亿元在对方那 希望透过司法找出钱的流向 而黄嘉谦这一方 透过经纪人回应媒体 不是事实 一切进入司法 不浪费社会资源 有打算开张怎么样的导建吗 这是去年九月黄嘉谦出庭时 面对记者提问 只淡淡回应 谢谢关心 这回离婚官司第三次开庭 他委托律师出庭 庭讯只有短短十分钟 对庭讯内容不愿多谈 夏克力则说要再与律师讨论 现在只期盼官司尽早落幕 希望能在耶诞节前 让他与家人团聚 过去的一幕夫妻党 谁都没料想到 16年的婚姻 走到了尽头 三月圈观众绍 再让台湖道